话说公元73年 在西域小国善善的国度乌尼城 突然出现了两个使团 一个是这位东汉明臣班超赛领的东汉使团 另一个则是东汉敌对势力匈奴人的使团 两个使团其实目的是一样的 都希望善善能够臣服于自己 而匈奴使团的出现 无疑对班超完成使命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因为善善是个小国 谁都不敢得罪 所以肯定两边都不敢答应 怎么办呢 对完成使命 班超决定除掉这个对手 但是当时的形势却对东汉使团非常的不利 因为匈奴使团不仅人数比东汉使团多了好几倍 而且各个都是彪悍的勇士 怎么办呢 班超决定放手一搏 当年夜他们向匈奴使团发起了呼吸 一时间火光四起是杀生刃天 那么东汉水团能 八次算秘书 雅城八次秘书 是基于征程八次推荐的一门占卜书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次秘书 二十余年的到达 擅长八次算秘书 居家风险固域 凝补好 到达飞 二零八八二五八八 够最多胜出吗 其实当时他们心里谁都没出 唯一支持他们这么做的 就是有他们手中的兵器 肚明的还手刀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你可能要说了 你有刀别人也有刀 别人人数还多数好几倍 你凭一把刀就能改变这一些吗 要说这还手刀 的确不一般 还手刀 因为还手而得名 谁要记载 这种刀是在西汉时期出现的 谁发明了呢 已经不得而知了 但它的出现肯定跟这位 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帝 大有关系 后世学者认为 正是汉武帝时期 西汉在和匈奴人的实战当中 窄进发明出来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西汉最终击败匈奴 这一种刀 造了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 这种刀是匈奴人的克星 在兵器上很有优势 那么 还手刀到底优势在哪呢 这位是古兵器复原专家 周振武先生 他长期从事古兵器的复原研究工作 他告诉我们 西汉时期有一种叫 百炼章的锻造技术 已经很完善了 作为百炼章 就是在锻造的过程当中 反复的折叠锻码 让铁转变成坚韧的钢台 我们知道 钢的硬度和韧度 要远远高于平 这种技术 在汉武帝的大力推进之下 被广泛的应用到了兵器制造上 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平常咱们说强汉盛唐 汉创为什么强啊 国力是一方面 而武器同样重要 用百炼钢打造的还手刀 据说不仅硬度高 韧性超强 而且极其锋利 我觉得这个已经把这个物理极限 已经达到极致 它的锋利度里是 在钢铁当中已经做到最大的成果 周振武术这个话呢 是因为它依据史料 复原制作的一把 这样的一败名刃 也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 这把还手刀 那么当年班超赛领的使团 仅凭着手中的还手刀 就真的能够战胜人数众多 甚至多出好几倍的匈奴人吗 这把刀真的有史料记载的 那么厉害吗 我们决定对周振武复原的这把刀 做一次测试来看一下 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测试 刀刃锋利度的方法 是把炒锡进水之后 卷成卷并排放好几个 然后用刀剑劈斩 看它能斩斩多少 一般来说真正锋利的刀 这样的炒锡卷 斩斩三十个就算正常 当然看刀刃风不锋利 还要看切丑的行转度 好 接下来我们请这位 知识专家李克冲来出手 身体壮爆发力强 和士兵的体能更为接近 看它回到 诶 看它刚才那个炸锡 应该是尽全力 怎么只斩斩了两圈导致呢 刚才我们提供了一下 这个仿制的汗带兵器 从这个开封的角度而言到 确实很锋利 就是炸刀没感到有助力 直到这个刀尖出来了 就突然觉得空门才有感觉 这话有点没说明白 感觉刀确实很锋利 可是确实斩斩了两圈草西 为什么会这样 角度啊 它非常好 切合也非常平均 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 它可能上的问题 比较靠风 结果好多的综艺体的温度 在长到第三点草西 快要断着温度 刀刀的长度是人到夺 所以刀先去从那里刷出来了 原来问题出在这位 作为复原者 周正武决定 由他亲自来施展 从此他把草息数量提高到了8件 张老师是专业人士 他直接摆了这个刀 对这个刀刺的更熟悉 我们使用这个斩杂力能更好 我分线 他自己如果是这个卡列 还要更多一些 这个到无论了 然后要超过无论 这个相当于两个人一起去看 好话不多说 看现场 怎么样 这一次刷定了 它一刀下去 断了七个 第八个也砍掉了一部分 要知道五个这样的草席卷 强度相当于两个人的躯干 拼得多 那几乎就是一刀下去 砍死三个人 这还手刀确实厉害 那么他在古代 算不算是宝刀呢 咱们都知道古代的宝刀 小说里边经常用的词就是 吹猫断发 消解如泥 那么这个属于夸张 但是史料记载 这位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他有一种检验宝刀的方法 比较靠谱 什么方法呢 拿一个竹筒 往里边装满铁砂 再用刀去屁断 如果可以一刀斩断的 那就是这个刀 好 依据这段记载 我们再来做个试验 看看周正武复原的这把 还手刀能不能经受的度 这种检验 这个古人能做得到的话 我想我们也应该能拿到刀 好 那就是 有了 一刀斩断 从这个测试节目来看 最起码按照三国时期的标准 这把还手刀的确是宝刀 威力无穷 不过这毕竟只是测试环境 和实战环境还是大不一样 比如说当年的汉凶战争 当年西汉军队对抗的匈奴人 是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呢 实料记得得非常清楚 匈奴人的主要装备 是皮甲和转剑 那么面对皮甲 还手刀还能发挥出 这么强大的杀伤力吗 我们还得做 为了接近实战效果 专家以加速为驱战 戴在上面覆盖皮甲 模拟匈奴人的防护水平 那么面对这种更加接近 当年真实情况的防护 还手刀究竟能够产生 多大的杀伤力呢 下个是 还手刀刀身超长 当年汉军骑兵是如何使用 才致使匈奴人人之精具 长恒刀被称为古代刀剑的 尖锋之作 它其中又暗藏着哪些秘诀呢 静静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经过斩草席卷和 灌装铁砂的毒孔 我们发现 汉朝著名的还手刀 其锋利度和韧度 在古代兵器当中 的确是手锯一指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更接近汉军战争的皮甲测试 防护甲的这个户位 正是胸部 正是这个警戒 后边呢 这种鼓励应该是 在侵犯这个户位 鼓励应该是很大的 如果要没有皮甲 可能一天能卡到极致 不像极致牙 这种 尽一堂 这是一个 造极度的一个极大 现在外面出了一种 这样的极致牙 有个钢区的架 这样子我方面 这个结果我也可能不错 至少能卡到 它的极致牙 那么结果怎么样 怎么样 咱们放慢镜头来看一下 召战的情况 这个坎尼的这个 这个程度 跟他们的预测也差不多 是吧 咱们预测也就是 在几度 这个屋就差不多了 但是已经是 怎么错了 就是人 看着这样 那藏区都播出来了 你就看着腹部 把腹部这样流出来了 你砍到胸部 腹部也就是 恶不出来了 是吧 这肯定是 这会是啥吗 虽说这个结果 不如斩草 一来的那么让人震撼 但是也足以说明 对付匈奴人的皮甲 还手刀 是绰绰有余 听来看 这是汉代 还手刀的截面 从这个截面 可以看出 还手刀 开封角度非常小 它非常利于 皮甲皮甲 专家认为 这种设计 就是当年汉军 专门针对 匈奴人的皮甲设计的 而依照这样的测试结果 咱们不难想象 2000年前 班超突袭 匈奴使团 最后是什么结果了 那一夜 凭借手中的利刃 汉朝使团 立即血战 以少胜多 特地消灭了 匈奴使团 终于让摇摆不定的 战战国王 精确尖 沉浮于汉朝 而正是因为这种行动 是汉朝 稳定了 对西域的控制 不过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您来看 这是周正武 私人真藏着的 一把汉袋的 还手刀 是真东西 虽然已经 绣得很厉害 但是它的整个 圆形保留的 它复原的 汉手刀 就是以这把刀 为圆形作 发现问题没有 这口刀的长度 竟然超过一米 达到 115厘米 当年为了对付匈奴人 汉军也建立起了 强大的骑兵 可是在那个时候 马盗都还没有 被发明出来 骑兵打仗的时候 得一手 牵着缰绳 只能一手 拿着武器 对于这一点 匈奴人没问题 他们马术精湛不说 武器也没问题 距离一远 可以停下来用弓箭 即使是用短箭 可是汉军就不一样了 一手 得拿着这么长一把刀 那究竟该怎么使用 用什么样的招式 才能发挥出 它最大的杀伤力呢 如果会遇到 对方的骑兵的时候 像这样的 这个 拐尿的执刀呢 最好的办法 第一机 可以采用这个 平时军刀 平时所取办的 因为这样 你会偏离对方 发的容易 还有一种比较容易 很重的呢 就是说 在追击的时候 这样的狂击 人和马的速度 加上你追刀的这个速度 实际上打击力也很大 而且这样打得比较滑 专家认为 当时汉军应用的 应该是一种 最简单的战术动作 就是在马体奔跑的时候 把还手刀横握着不动 然后依靠马的速度 产生的强大的动能 产生杀伤力 那么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设置了一条 通风车的行道 来模拟骑兵的通风 公车的时速设定为 30千米每小时 这个速度 和骑兵的速度差不多 同时用加速的驱站 模拟人体作为测试目标 咱们来看一下测试的情况 异力相当强大 拦腰转断了 这个座面也非常整齐 你看 腹部头 腹部头也切断了 脊椎骨 变形的也切伤 怎么样 这个测试再次证明 当年的汉军骑兵 正是依靠着这种还手刀 击败了强悍的匈奴人 从而特地稳过西域 当然 让我们今天 更为惊悍的是 如此的宝刀 我们说 不可多得的宝刀啊 在当年的汉军里边 竟然是普通的装备 每个士兵 做到人手一把 这也只有国力强盛的西汉 才能做到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年赫赫有名的还手刀 最终 还是被另外一种名刀 所代替 这就是南北朝时期 出现的 速铁刀 现在我们看到的地方 就是周哲姆依据 古法复原的一代名刀 速铁刀 史料记者 南北朝时期 出现了一位野精大师 名叫齐吴怀文 他几经常识 改造野铁技术 发明了一种 混纲法 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用这种方法 灌注 灌造出来的刀 锋利无比 它称之为速铁刀 据说这种刀之所以厉害 使它的 脆火技术 特别先进 在锋利完成之后的话 需要进行脆火 脆火对于刀剑的完成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 激素的冷水过程当中的话 这个钢铁会变得更为坚硬 然后有更好的耐磨性 所以 脆火之后的刀剑的话 会变得更锋利 锋利到了什么程度呢 据说 齐武怀文 锻造的速铁刀 一刀可以展开 三十层皮甲 到了一种 登峰造极的程度 为什么这种刀 这么厉害 相传 齐武怀文 这种地方 它在打造 速铁刀的时候 脆火用的液体 是某种 素物的尿液和脂肪 当然究竟 是不是这样 咱们谁也不知道 有人认为这是真的 但也有人认为 这是古人的 不用全虚 专家认为 速铁刀 明阳天下的真正原因 应该主要还是 齐武怀文 改进的冠钢技术 冠钢法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以 更低廉的成本 更有效的去 大规模生产钢 进而提高了 这个兵器的生产的 规模和幅度 在这里 关于速铁刀 咱不多说 为什么呢 因为速铁刀的出现在 中国刀的发展史上 它只是一个过渡 真正被视为 中国刀巅峰之作的 是随后出现的 旁横刀 咱们说一个历史 那是公元663年的8月 在朝鲜半岛的 白江口海域 一场大规模海战 正在激烈战略 交战双方的是谁呢 长军和日军 事实上 这些场实力悬殊的海战 因为在战务团和士兵数量上 日军在绝对的优势 他们不只率先 向长军剑堂发起进攻 当时一部分日军士兵 甚至已经成功 登上了长军的战团 挥舞的刀剑 对长军总会展开 疯狂的攻杀 一切似乎都没有悬念了 因为日军优势 实在太过明显 然而他们却没有想到 眼看胜利 唾手可得了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 却成为了这些日军 再也不远想起的噩梦 就在这些日军登上 唐军战团 每开始杀戮的那一刹那 迎面而来的是 一道道害人的寒光 而在这些寒光当中 这些日军 分分身手易受 血流甲板 独一胜反 全死 哪里来的寒光呢 就是唐军使用的 唐恒刀要出的光彩 唐恒刀 中国古代刀剑史上的巅峰之作 他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制刀技术于一身 性能远超同时代 其他任何刀剑 怎么 他有什么秘诀呢 据实料 第一个秘诀 是他当时采用了 独有的包钢法 所谓包钢法 就是把钢材包裹 在熟铁外面 一体的钻绑成形 这样钻绑出来的刀剑 既有钢的硬度 杀伤力强大 就保留了熟铁良好的柔韧性 像这些刀剑所谓在副铁烧刃 是古人一种很有名的热度的东西 就是在刀刃以外的部位 铁上一层特色的材料 和刀剑一起加热并脆弱 这样在脆弱一瞬间 裸露在外面的刀刃快速的确 变得坚硬 而副铁的地方冷却速度慢 从而使刀保持了更好的柔韧性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保证 长行刀成为了那个时代 性能最好的配刀 很多人以拥有一把长行刀为荣 不过不管是那场海战 还是有关长行刀的其他故事 都只是文字记载 长行刀究竟可以产生 本样的杀伤力 我们接下来的测试 又是否可以还原出其中的真伪呢 下去说 长刀是长行刀极其昂贵 然而测试中 既然效果几乎如同时期的日本刀 难道史料中那场 长日决战的记载有用吗 又或是长行刀暗藏着 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经典本集正在为您解历 前面说到据史料记载 长行刀是中国刀剑史上最好的刀 看成尖锋之作 那么这样的刀有多大的杀伤力呢 同样 为了让测试获得更加接近实战的效果 我们用加速的驱灌 作为人体替代者 来看看硕士结果怎么样 很显然 一具古法复原的这把长行刀 威力是相当的惊人 轻松一刀就砍断了这半战 如果在战场上 人基本上就会腰斩了 当然这么好的一把刀 其造价也是不低的 据记载 一把上等的长行刀 当时的价格大概得 一个七品官员半个月的份诺 那唐军当时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 配备这种武器的呢 根据太白阴京记载 当时唐军一支一万两些人的军队 要装备长行刀一万把 按照这个标准 在当时还真的是只有国里强盛的唐王朝 才用得起来 现在话题得回到前面咱们提到的那场海战了 白江口之战 对于日军来说 胜败关乎日本国家命运 所以他们派出了当时全国的精锐部队 他们带来的武器也是当时日本最好的 那么日军使用的是什么精锐呢 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唐军和日军武器装备的复原件 要说一下 在隋唐时期 日本还没有自己的制刀技术 当时他们完全是模仿和学习中国技术 当时的日本刀 基本上就是汉代的还手刀 他们还没有学到唐恒刀的制作秘诀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唐恒刀和日本刀进行测试了 对他们的风力度的测试呢 还是用草稀卷的测试方法 既看他们的批展数量 也看切面的平衡度 来开现场 咱们先是日本刀 一刀下去 日本刀一共斩断了四分草稀 接下来再是唐恒刀 可是接下来的测试 却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一刀下去 唐恒刀只斩断了三拳草稀 怎么会这样呢 按说唐恒刀比日本刀更为先进 它的风力度应该超过日本刀才对啊 为什么还不如日本刀呢 对于我们的疑问 专家是这么解释 恒刀呢 应该说比较 就它的形状是为了对付这个更硬的盔甲 来这个设计出来的 所以说在这个批这个软目标上呢 再来就不如这个以前的手 原来在南北朝时期 随着野铁技术的发展 不仅刀剑锻造技术有了进步 还有一样装备的制造技术 也有了大股提升 这就是铁甲 长代最有名的台甲叫做明光台 它的防护能力都大大超越了前代 而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 所以长层刀没有做出锋利度 而是有针对性的做了 更有利于披斩铁甲的展示 当然明光台的技术当时的日军也没有 它们最好的台甲 只能达到中国汉代鱼鳞甲的水平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 双方的刀对双方的甲 能够产生多大的杀伤力 先做这个日军 它要盘的是这个 就覆盖在动物区半的明光海甲 也就是当时长居的 结果怎么样 因为它的冲击力就大 它已经把这个突出的这个 甲片打扁了 那么它的硬度呢也有 它能够切近这个 这个位置啊 能切到里边去贴上一个 很长的痕迹 就是它已经贴进去了 但是它这个整个的斩切力 不足以把这个甲片贴成长半 这是日本刀 抵战银方台 接下来在国际藏军进攻 看看以破甲而兴起的长城刀 能否斩断日本士兵的台甲 这铁甲弯曲变形 但是没有穿透 也没有散到这个猪肉的这个皮肤骨质 但是如果这要是打击在前胸 各个腋下的情况下 可以造成这个腋骨骨骨骨 和泪骨骨骨骨 带上呢 带上有轻微的反应 就是这个追板和追击 轻微的轻微 不用说 这个结果让人是打跌眼镜 工艺先进 造价昂贵的唐恒刀 既然对敌军的伤害还不如日本刀 这也怎么回事啊 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 那么主要对于白江土之战 又怎么会有 弹光一片 伸传敌军无期生还的记载 告诉你 这种唐恒刀有一个反特别的设计 您来看 这是一把健存于世的唐恒刀 注意 它的刀尖部位 看到没有 普通的刀 刀尖只有一面开刃 可是唐恒刀呢 它的刀尖是两面开刃 像宝剑的剑剑 您可不要问了 结合刀剑的特点 这唐恒刀的设计 为什么要这么特别呢 这就是他对付铠甲的秘密 这就是他对付铠甲的秘密 进入了五枪 二十分 现在当时来说 在对付铠甲的秘密 倒不动 没错 在战场上 唐军更探用的是对敌人 铠甲的四川伤害 而不是拼杆 像唐恒刀的这个 造型 它的刃呢 确实 承凯是够像 对于铁甲来说 但是这么坚固的刀 而且是直伸的刀 它进行推侧 猛测过去的话 这个是可以把这个甲刺穿的 还有一点这种故事 那就是长城刀和日本刀的 抗准快能力 这个我们通过 劈砍尖密的牛腿鼓画面 日本刀强度有限 一刀下去 就严重受损 这样 后一个大将也有难过大家 而唐恒刀 因为减少了对锋利度的追求 加大了 开封角度 在实战中 任劲显然更强 所以总体而言 无论破甲还是坚韧度 唐恒刀都远远超过了 空时期的日本刀 而这 才是当年 虽然唐军 建权数量 士兵人数 如日军 曾任于 仍然 暗快 所以说 强国必须强均 而强均 就必须要应用 魔力 科技 这三个人 这些相处相成 缺一不可 这 应该是 解密 还手刀 和藏恒刀 我们应该明白的 另一个